大家好,非常感谢您再次来到我的频道 这几天来,每一天都有很多的朋友关注了我的这个新频道 更有很多人私信给我,为我的这个节目提了好多宝贵的意见 我非常感谢大家 那么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 目前我们联署敦促世卫组织WHO 去调查美国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这个活动 目前总人数已经超过了2200万人 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我希望大家继续 如果还没有联署的朋友 包括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大家一起行动起来 具体怎么联署呢 首先请您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的话您可以在我的频道的空间里面 那个第一个置顶的视频当中 就有一分钟教大家联署的视频 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 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视频 在本期视频当中 我们就不赘述了 如果您是我的老观众的话 您一定知道 我几天前曾经做过一期视频 那个视频当中 我就对美国政府提出了十个问题 是关于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和新冠病毒之间关系的 那么无独有偶 刚刚过去的一个小时之前 我们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 在网上正式的向美国政府 也提出了十个问题 我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呢 说实话 新潮澎湃 那么这十个问题和我几天之前 我那个节目当中的十个问题 我看了一下 做了一个对比 有一部分是相近的 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 人民日报问的更加深刻 因此呢 我迫不及待的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官媒 人民日报 是用哪十个问题 来质问美国政府的 那么人民日报这篇文章 首先它的题目就是 这十个问题美国必须回答 用一种开宗名义 单刀植入的方式 直接质问美国政府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十个问题 分别是哪十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 美国在全球建超过 200个生物实验室 亦于何为 我们经常所说的 美国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也就是这次我们 全国老百姓联署的标的 它呢 是这200个生物实验室 当中的一家 但是它是最大的一家 据不完全统计 美国目前在全世界 建立的生物实验室 超过200个 遍布东欧 中亚 东亚 东南亚 和中东等地区的 多个国家 说白了 就是整个地球之上 我们一共才有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那么美国的生物实验室 也超过了200个 平均下来 每一个国家和地区 都有一家 是属于美国的生物实验室 足以可见 它的这个遍布世界各个角落 啊 干嘛要建这么多呢 因此 人民日报 要对美国发问 第一 为什么满世界建设 如此之多的生物实验室 为什么要以军方为主导 建设实验室 你的目的是什么 呃 大家知道这200个生物实验室呢 基本上都是以美军为主导的 无论它建设在美国的任何地方 还是全球的任何地方 地方政府是没有资格对于这个 所所在地的生物实验室下指导旗的 说白了 就是里面在研究什么 研究的成果 包括研究的报告 都归美军所有 那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美国从相关国家攫取了多少敏感生物资源和信息 既然叫生物实验室啊 它肯定是以这个 比如说对生物的一些化验 对吧 对生物的一些试验为主要目的 那么既然是200个生物实验室遍布了全球 那有多少国家 比如说当地的人种 当地的生物都参与 或者说是被动被美国实验室拿来做了实验 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探究的 实验室是否符合安全标准 是否存在泄漏隐患 这个也是我们这次联署的一个目的之一 要看一下它的实验室是不是有泄漏的隐患 第二个问题 紧急关闭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 真实原因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 我欢迎大家去看我账号当中的 其中有一期 就是818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它从二战一直到现在 这几十年以来 从二战期间 它跟日军731部队之间的紧密联系 一直延续到今天 它是非常神秘的 那么在19年7月 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被美疾控中心 也就是CDC紧急关闭 几乎同一时间 距德特里克堡一个小时车程的某退休人员社区爆发不明原因呼吸系统疾病 弗吉尼亚州北部开始出现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 并且威斯康星州爆发大规模电子烟肺炎疾病 患者症状与目前我们已知的新冠肺炎几乎没有差别 这个就是我在上一个视频当中所提到的 白肺病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电子烟肺炎大流感和新冠疫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其中权威医学专家分析认为 2019年美国报道的电子烟肺炎中存在病毒性感染病例 而且不排除其中存在新冠肺炎的可能性 这是美国当地媒体报道出来的新闻 另外据美疾控中心 数据显示2019年的流感剂造成美国至少3200万人感染 大家知道美国的总人口也就才3.3亿 相当于是十分之一的人口全部感染 其中1.8万人死于流感相关疾病 这个数字也是高于美国往年关于流感剂死亡人数的一个平均线 那么美疾控中心前主任雷德菲尔德曾公开承认 部分流感死亡病例实际上感染的是新冠肺炎 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美国曾举行流行病演习与新冠疫情传播高度吻合 难道只是巧合吗 首先纽约时报曾披露了一份美国官方秘密文件显示 2019年1月至8月 美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发起代号为赤色传染的推演 也就是演习 演习以中国最早出现病毒为模拟情景 大家知道新冠病毒已知的公认时间 大概是在2019年底2020年初爆发的 那么为什么美国在2019年1月至8月 他又已经开始进行类似防病毒传播的演习了呢 乃人寻味 另外2019年10月 每多个机构又组织代号为Event 201的冠状病毒全球流行病演习 又是演习又是演习 第五个问题 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军人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在2019年10月 美国派出300多人赴武汉参加军运会 这里有一个小背景 就是除了2019年美国参加了这个武汉军运会之外啊 网届 其实美国对于这个军运会兴趣一直不大 哎 唯独2019年来武汉参加军运会的时候 他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啊 这个跟以往也是有明显的不同 那么在这次这个300多人的团当中 其中有没有人员出现了类似新冠肺炎的症状 报道的那几位美国军人运动员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美国应该公布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军人患病病例数据 这个关于这个新闻啊 其实我们在2020年去年就已经报道过了啊 有些官方媒体就已经报道过了 就是关于这个在军运会期间 当时呢美军的这个这个这个参加的代表团啊 已经传出有相当一部分美军有类似于我们眼下啊 看是新冠这个症状的一些病例出现了啊 当时他们有些甚至于这个运动员啊 没有参加完比赛匆匆的就回到美国去了 第六个问题 美国称从2020年1月11日开始研发疫苗 那么毒株是从哪里来的呢 特朗普曾经公开表示 美国在2020年1月11日即已经开始研发新冠疫苗 到了2020年3月16日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称 针对新冠病毒的试验性疫苗已经开展首次人体测试 专家表示美国这一针实在是太快了 除非很早就开始进行试验 更早拿到了毒株 这里面的背景就是 首先疫苗啊 一般的这个试验 它是分三期啊 一期二期三期 过完三期之后得到认证啊 经过这个权威组织的这个验证之后 才能够大面积的施打 整个的过程呢 一般是都是以这个一年甚至两年之上啊 才能对这个疫苗啊 有效性均作成一个判断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 呃 你要做这个疫苗的人体实验 它是要有一个足够的一个人口数量来支撑的 我们中国为什么 无论是国药也好 科兴也好 所做的人体实验都要去国外做呢 是因为我们国内啊 这个疫情控制的太好了啊 疫情控制的太快了 很快的把疫情压制了 因此我们国内没有能够提供这个足够的确诊病例来做人体实验 所以说我们只能无奈的去巴西啊 去中东啊 去找那些就是病例数比较多的国家来做人体实验 因为呢 做一次人体实验 最少的这个这个人口的要求啊 就确诊人数的要求啊 三万例以上啊 那么大家如果看这个第六个问题 那中间的这个这个疑问就来了 就是2020年1月 美国就已经开始在做疫苗了 或者说就已经开始在研发疫苗了 这个就很奇怪了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个疫情啊 刚刚爆发 那个时候美国还没有疫情 你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 美国你是靠什么 这个对吧 你总得有一个实验体啊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需要有三万的这个确诊病例 你才能开始慢慢的去去培养你这个疫苗 因此这个疑问呢 就就在这啊 看上去没有没有病例 但是他默默的又在做疫苗啊 第七个问题 为什么对科学家下达封口令 2020年3月 纽约时报报道 美华裔女医生朱海伦 因对疫情发出警告 被美国当局下令封口 美加州病毒学家专家 美病毒学专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 因分析新冠病毒起源是自然过程 被迫关闭推特账号 驳斥美政客反常识论调的 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 被要求辞职 屡遭政治打压 我相信大家对福奇的这个 印象也会比较深啊 因为福奇当时在美国白宫啊 还是当时还是在这个 特朗普当政期间啊 是经常受这个特朗普打压的 第八个问题 为什么动用情报部门 搞所谓的溯源调查 在2021年5月 也就是拜登已经上台了 美国白宫下令 要求美情报部门 对新冠病毒起源 进行加倍调查 并且当时拜登呢 还给这个调查小组啊 设定了一个时间期限啊 呃 他对这个调查小组的要求就是啊 在一定的期限之内 必须交出满意的答卷 什么叫满意的答卷 是吧 哪一种答卷叫满意 你还没有调查 你就期望这个调查组给你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我可不可以合理的怀疑就是 你一定要 拿出一份是吧 能够指向中国的这么一份答卷 你才满意呢 据纽约时报报告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前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 波廷格 曾多番向中情局 国家安全局 国防情报局等机构施压 命其寻找新冠病毒来自中国实验室的证据 你看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对吧 我们经常所说的 先射箭 后画把 我先把中国的这个 所谓的是中国来传播病毒的这个结论 我先下了啊 有了结论之后 我再找论据 我再找这些证据 第九个问题 对世界科学界的病毒溯源研究成果 为什么一再忽视 2021年3月 世卫组织发布新冠病毒全球溯源研究 在中国部分联合研究报告指出 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漏 极不可能啊 这里还用了他们一句原这个 英语啊 就是他们原文叫extremely unlikely 7月5号 24位国际知名学家在柳叶刀刊文称 目前没有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 是中国实验室泄露的 这个也就是跟我之前的视频啊 这个说法近似 因为这个经过WHO专家到武汉实验室 一番排查之后已经正式的排除了 中国武汉实验室和新冠病毒泄漏之间的直接关系 最后一个问题 第十个问题 为什么不敢邀请世卫组织专家赴美调查 截止目前已经有60个国家 就溯源问题向世卫组织总干事 致函呼吁坚持科学溯源 反对政治操弄 但是美方不断要求透明 在溯源问题上 中国去的美国为什么去不得 美方应该展现透明 有问必答 回应外界关切 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就类似于像是一个灵魂考 灵魂考问一样的 对吧 说白了就是你为什么就是对调查中国这么热衷 但是当有别人质疑你的时候 你却三间其口 你却把什么东西全部都保护起来 你却把在网上能删的资料啊 能够这个应该给大家公布的这些信息 全部能删则删 是吧 能烧则烧 能销毁则销毁 这个势必会引起我们很多人的质疑 OK 以上就是十个人民日报 今天晚上刚刚发布的质问美国政府 质问美国实验室的问题 还是那句话啊 希望大家继续去联署 我们的这个敦促WHO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这个活动 缺你一个啊 没你不行 另外也请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持续报道关于这个美国实验室的问题 好了 谢谢大家